兄弟们又有好玩的图纸 这个图纸依旧是默默大老整理分享版的 这个是科尔沃折叠刀 这里就是全部打印的零件 我们看一下打印质量如何 我使用的是MK3S这台打印机打印的 可以看到打印质量相当的不错 现在我们来装配一下 在装备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用到胶水 我使用的是5400胶水 比502要好用很多 我们首先将这些地方给它粘起来 我们这个粘好了之后 再将这个刀刃装配一下 刀刃只有一个方向 我们用力塞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手柄里面 这个位置需要我们用力塞进去 好 听到一个响声 最后我们将这个装入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孔 我们可以购买长一点的圆柱销塞到这个孔里 也可以选择用一个牙签代替它 我们直接用牙签吧 再入牙签之后就可以看到 这里还是特别灵活的 我们再把这个牙签弄断 最后我们需要剪一段这个耗材 然后这个黑色的东西其实没什么用 我们将这个耗材穿过这些孔里面 我们将这个耗材穿过这个小孔 营造出一种效果 然后我们这个折叠刀在不使用的时候 它是倒不出来的 只有帮它打开之后 它才能倒出来 这个一共有60厘米长 当它收起来之后 它的长度是30厘米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松 整体来说 这个科尔沃折叠刀还是特别好玩的 而且非常的帅气 有群人说 这个刀刃可以放大5%的比例进行打印 就不会出现这种松动的情况了 大家如果要打印的话 一定要记住放大刀刃5% 后续我们还可以进行上色 将把手这个部分营造出一种金属质感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上期视频 分享瓦力机器人 我已经对它今年上色了 做了一种旧化的效果 大家觉得这个上色效果怎么样 它只花了我一两个小时就成功上色了 我们3D打印上色也特别好玩 当然我也会将默默整理版的图纸 分享到评论区 并且我也会分享我的切片文件 以及我的3MF配置文件 我将这个折叠刀放大到130%打印的 原版的尺寸要稍微小一点 在我的配置文件里面 也包含一些简单的支撑设置 大家如果不会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老规矩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折叠刀它的成本 我们来称一下174克 如果说是50元一公斤的材料 我们打印这个折叠刀 加上电费 也不会超过8元钱 8元钱就能得到一个这么帅气的玩具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觉得特别值得 家里有3D打印机的朋友 一定要打印一个玩一玩 好了 这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